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位年轻的国小音乐老师 沙俊逸 他从小不但热爱音乐 更是品学兼幼的好学生 身为乖乖牌的他 更在母亲的期待下 小学一毕业 即进入山中寺庙学佛法 刚进去出家剃度的照片 那他们有个仪式 以前在佛教的时候 这个巴是点在头上 因为很多人看 好像师父头上都有那个几粒 那小朋友只能点在手上 那他的意思就是 拿香去烧香供佛 因为修行的关系 难与家人相聚 年幼的他 独自面对陌生环境 与严格的教导 也造成他逐渐的情感压抑 自我封闭 在19岁那年 不愿再忍受周而复始的生活 坚决返家 寻求自己的理想 只是与社会隔绝太久 造成与人沟通 外出购物都非常困难 还好有着一群热心的同学邀请 让他走进教会 重新燃起对生命的热情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 是国小的音乐老师 在他生命当中 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他国小毕业 就被在头送到庙里头 出家当和哨了长达七年 蛮特别的 今天来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莎俊宇 俊宇你好 刚才讲到说 你国小一毕业 就被送到庙里做小和尚 其实蛮多人都问我说 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太调皮 然后就是被把妈妈 送去管教之类 对 对 但其实是 以前我小时候接触的这个宗教 他们会觉得说 要把你最好的东西 拿出去奉献 对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妈妈觉得 她要把生命当中最好的 然后这样子 奉献给这样这个宗教 她觉得说 在这些法师的教导 还有在这些经典里面的教导 她后来才慢慢知道 说这样做是 对这个家庭对我也有好处 那妈妈就这么认为就对了 对然后有一次是所有中部的一些寺庙还有法师做的一个祈福的法会 是 对那在那一次的时候妈妈听到了就是我出家的那个师傅的讲法 她就是深受感动 对主要就是因为这样 然后她才想要把我们做出来这样子的奉献这样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国小12岁 六年级的时候 就真的就国小毕业就把你送过去 对 你自己有这个意愿吗 那时候的意愿 我也还蛮向往这样法师的一个 应该说以后做法师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以前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还记得那个乌龙院少林寺那个 他们的那个武打片 很受我们小朋友的喜欢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就看到就觉得 好像又可以讲很好的道理给大家 又可以做这样子的武术 是 所以我在这样耳濡目染的这样情况之下 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未来这样 对 所以你在去庙里当小和尚之前 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男生呢 也是很皮吧 其实没有 大家就觉得 好像真的是我去被管教或是干嘛 但其实我小的时候是 很温文如雅 然后喜欢我有学小低琴 有学钢琴这样 对 而且在班上大部分都是 前三或前五名的成绩 像学校教的东西 回来以后 妈妈她还会再教我们一次 而且还希望我们把它背起来 是 对 甚至有时候考试会希望我们至少是拿 90分以上啊 或是100分满分 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一分打一下这样 那你自己小时候除了音乐之外 还没有特别喜欢的 我还印象很深刻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还有一个就是篮球大帝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对 所以从小我们家几个男生啊 就很喜欢放假放学 逛课喜欢的就跑去打篮球 然后运动 尤其是每次看那个电视 就觉得我以后 想往就是像林书豪这样去NBA打球 所以这样听起来在你小学毕业 到那个庙里头去做小和尚之前 其实真的就是很像一般的小男生 对 而且甚至还是比较乖一点点的 你说虽然打球啊 但你也学音乐 功效表现也不错 对 然后爸爸妈妈带你去法会 你也坐得住可以在那边听 嗯 嗯 所以 这样子蛮乖的一个儿子在家里头 爸爸妈妈是怎么舍得啊 以前我们从小在学佛里面的观念里面 他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任何的善事 嗯 就是这样子的善事是在你死了以后 或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到另外一个世界以后 会有更美好的环境 就是说像是极乐世界 所以就是要基这样子的功德 而且去这样子的世界 不会只有妈妈一个人或是爸爸一个人 所以当妈妈愿意把我们奉献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全家都得度的一个想法 那爸爸的想法呢 他会希望说孩子至少等到大学毕业 就是他有一个自己决定的时间 或者他自己知道要怎么样子 规划自己未来的路的时候 再去决定说 他是不是真的希望走出家这条路 成为一个法师 所以当你国小毕业妈妈说要把你送去的时候 爸爸的反应是怎么样 爸爸其实 我还记得那时候爸爸跟妈妈讨论了很久 就会听到旁边有吵啊 或是争执的状况 不过因为在家里面 爸爸是教官 所以他长期会在外地 那在家的时间 几乎都是妈妈在打理家里的一切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爸爸还是很尊重妈妈的决定这样 家里头其他的长辈呢 听到了这个消息 应该都吓一跳会不会 对啊 因为家里面 我们家的姓氏蛮特别 是姓沙 好特别的事情 对 所以在奶奶来讲 她会觉得就是要传宗接待 那长辈姑姑啊也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把家里面 唯一的男生就这样子奉献出去 对 那这样子反而妈妈会觉得说 就是这样珍贵 所以才要奉献出去 所以那时候其实妈妈跟家人啊 姑姑啊 舅舅啊 或者是说其他的长辈都非常的 其实是有一些冲突在 所以那时候也说你为了出家 你也必须做一点准备 在出家前几乎每一天都要拜佛 然后要诵经 可能一天要拜个五百拜 五百 对对对 五百拜是怎么拜 就是三桂九寇什么样子 那种那种拜法 在家里头 在家里 然后这是修行部分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 他也会希望 因为我们进去以后 生活都是自己打理 他希望你先在家里面 要自己学会洗衣服啊 然后你自己会整理 你自己的折棉被 折自己的衣服 收衣服这样子的事情 擅长音乐 又热爱运动的沙俊逸 在妈妈的教导下 不但是个乖巧的儿子 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只是深信佛法的母亲 期待孩子能够有着超脱世俗的成就 不顾亲友劝阻 将心爱的孩子送入寺庙 莎莎真的很不容易 她可以这样子听话 一般的小孩可能会觉得 我不想这样子就会逃走 对 还是会叛逆 对 可是我发现莎莎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父母像天嘛 那他也不会觉得妈妈是恶意的 妈妈也希望是他好 不过就是帮小孩安排了人生 有时候会这样 比如说我很想学钢琴 可是我小时候的成长 并没有办法满足我这个 我就会把它投射在孩子的身上 我觉得他这一段 应该是妈妈的宗教信仰 自己很想要去做这一个 但是他没办法就 这小孩那么乖嘛 鼓励他啊 小孩子有他的那个青春期嘛 总是要跟同学啊 同侪的啊都玩在一起 那去山上的话 可能就是好像被 局限在一个空间里头 所以他心里有什么问题 或是有什么需求 要寻求的时候 找不到妈妈 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啊 进到庙里头 第一天是一个什么状况 跟自己想象的 爸爸妈妈离开了我们 师父就带我们到 一个小房间 大概是二三十坪左右 也没有很大的小房间里面 那我一进去就看到了 其实我同年纪的人 大概就在一个 然后其他另外大概有四五个 也差不多比我小三到四岁年纪的小朋友 我还比你更少 对对对 然后那一天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因为我们没有打拳啊 也没有看到一些什么少林功夫 然后就是整天念佛 有的时候会走路 有的时候会坐禅 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待了一天 感觉会想回家吗 还是会 我所有身边的人都是陌生的人 那我想家想回去的时候 也没有一个就是可以求术的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管道 因为毕竟陌生人都会害怕 对 但我们只能就是依靠 看觉得比我早进去的那些人 我看他们也照着做 所以我也只能就是乖乖的照着做 尤其是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因为真的很想家 所以我还偷偷的就是 在上厕所的时候跟师傅讲说 师傅我真的想要回家 那师傅的反应就会说 哦好好我会帮你跟妈妈讲 对 可是结果接下来就没有消息了 可以打电话回家吗 或多久可以打电话回家来吃 我们那里是没有电话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跟父母亲有联系 因为是新生进去 所以我刚进去的话 他可以在三天后见爸妈 你见爸妈有跟爸妈说想回家吗 当天其实我还是有讲 因为我见到爸妈就 眼泪就不自主地掉下来 因为真的很想家 但是当我掉下来的时候 师傅很快就把我 就是带离开那个现场 是 对 然后爸妈后来也 其实就我所知就是爸妈也会问 问说小朋友怎么了 怎么会 怎么哭了 对对对 是不是想回来什么的 对 那师傅给的回应就是 他会告诉爸妈说 其实就像一个新的环境 小朋友不适应 所以这是正常 所以进去做小和尚的生活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作息 我们以前早上是两点钟就要起床 这不是就半夜两点不早两点 对对对 很多人听到觉得说 我两点才刚睡 对啊 结果你就要起床了 起床之后就开始跑山 在我们那个寺庙的一整座山 跑完以后 接下来就是打拳 拳术的学习 再来念经 就是念完经之后 我们才可以吃早上的早餐这样 吃完以后再继续念 接下来一些时间 有空的话我们就会练一些全素啊 不过你每天半夜两点就要起床 那代表你几点要睡觉 你们晚餐吃完就是睡觉了 我们晚上吃完没有睡觉 晚上吃完还要再念经 可是很特别的是 因为以前 我们在休息里面有说到 就是要过午不时 所以其实像我们进去以后 他会希望我们在晚餐的时候 不要吃 不要吃 然后训练自己的心智 中午是我们一天的最后一餐这样 哇 那饿的话怎么办呢 饿的话 他还是会有被一些流止 然后如果你真的 有些人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说肠胃真的不行的 就会用这些流止来冲击这样 那除了像这样 在寺庙里头生活之外 有跟社会有什么样的接触吗 在山里面之外 社会接触主要就是可能像生病 然后需要去看病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就是会有一个师父带着我们 然后开着车 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开车出去以后 就是所有的窗户 还有旁边外面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看 然后窗帘要拉起来 对就是我们要不能接触 外面世界的东西 师父说我们像一张白纸 然后进去完全的学习里面的佛法 为了就是以后要出来讲佛法 能够度更多的众生 所以尤其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他们最不希望就是我们 接触到一些世间的东西 看到或者是说听到这样 所有进去的像你这样子 或比你小一些年纪的孩子 这些小和尚 是不是应该会有些人 就适应不良 实在没办法离开的 其实在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们学习以后 他们是真的觉得 这就是他人生最好的一个目标 跟志向 那也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 这些生活对他来讲很压迫 像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有一个机会 然后因为我们住的地方 外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我就觉得好像这是一个时间点 我可以出去看一看 那我也找了一个时间就跑出去了 结果鼓起勇气跑出去之后 又在停车场遇到了 遇到了就是知道我们的人 然后后来又被带回来这样 你会怎么样去跟爸妈反映你这个心情 就是其实你也很想要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其实我们一年只有一次 机会见父母或者是家人 那我很想要跟爸妈讲说 我也希望可以回家 然后可以跟家人可以一起生活 只是每一次见到 因为时间很短处 只有一个小时 而且那个时候我很清楚记得就是 旁边会坐了另外一个师傅 就是我跟爸爸妈妈 那如果师傅看到有状况 他就会带我们离开现场 对因为很怕这样子的心情 然后让父母会觉得说好像在里面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或是怎么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每次见父母的时候 想要讲很多的话都会忍下来这样 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说了 或是我有一些情绪 就会不能再与父母见面这样 所以你一个真实的情绪感受 有时候没有办法直接让父母知道 后来好像妈妈自己也带法修行 因为妈妈她很向往这个宗教 所以她觉得我一个孩子已经进去了 她就希望说 她自己也可以用这个机会 可以进入到这个宗教 然后把自己也在这个宗教奉献里面 爸爸怎么办 他们的婚姻 家里头的照顾 妈妈要进去的时候 爸爸跟我说 妈妈有跟她离婚 那妈妈还为了这件事 有特别写一封信给我 她告诉我说 她也是为了这个我们家庭的未来 所以她进入了这样子的佛法里面 只是因为要进去的话 她必须要 也要把婚姻的婚约给解除 虽然婚约解除了 可是她跟爸爸还是一样是夫妻的关系 然后她还是我的妈妈 爸爸还是我的爸爸这样子 那你自己怎么想呢 我就会开始想说 我自己讲了这么多的佛法 我也做了这么多 那妈妈也做了 但是我好像并没有得到 真正的快乐跟安心 甚至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家被拆开了 那我就开始在想说 这样真的是好的道理 这样真的是帮助人的嘛 因为以前出家的时候 对我们的教导就是 我们不能接触女生 因为修行可能碰到女生 你会 就白修了 对 所以我看到店员 又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我撒住了 她问我说 先生 您这样就好了吗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会回答 对 我就在那里看着她 这张相片 大概我小一小二的时候 去台中的那个自然科学博物馆 里面有个竞赛 然后妈妈就带着我跟弟弟 一起完成那个竞赛 让我们赢得那个奖项 所以妈妈很开心 那我也很开心 在最需要父母陪伴教导的年纪 沙俊逸却是在山中修行 独自面对陌生的人事物 以及难以理解的经书 长达七年的修行岁月 让她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 毕竟她又一年 只能看一次她的父母读读 她在这当中好像就会蛮觉得很惋奇 然后又很想念 但是好像她是说也没什么办法 可以再去就是打电话给她爸妈 好像也很难 对啊 她小时候立志她要当大和尚 所谓的大和尚就是 大家可以重养可以问 就是敬仰她敬拜她的这样 佛法法的这种大和尚 但是她发现那个是很难 很不容易可以去完成的一个 后来她很担心一个事情 我如果当不了大和尚怎么办 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 我会的其他人都会 所以她没有任何特殊性在上 这是我觉得 我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 看到一种恐惧感 那一段的生命其实是 有点空白 它不太有详细的记忆 在我的理解 她应该是刻意以往 或者就是有一点就是那种 茫茫然在生活这种感觉 我觉得她经历这一段 不竟然是坏事 但清除了这一段生命 带给她的礼物以后 她未来生活会更清晰 沙君毅在进屋到寺庙 成为小和尚七年的时间 心里头对于很多事情 发生的这个过程 也出现了很多的怀疑 后来终于她还是决定 要脱下袈裟 回到了一般的社会 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去坚持 说一定要离开 主要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19岁了 对 那我有更多的自主权 我就跟师父还有跟爸爸提出说 我想要回家 离开这样的环境 然后回到以前从小生长的家庭里 那师父的反应 师父也是希望 因为他觉得已经培养到这么大了 七年了 对啊 而且以前我们也有讲法 而且一次讲法的可能都是两三百人的 这样说法 他会觉得说 你回去是不是很矛盾 你都已经学到这么多了 而且都是一个公众的讲法的法师 那其他信众会怎么想 所以其实当时的师父 是很不希望我们回来的 那妈妈呢 妈妈应该还是希望你能够继续待着吧 那时候我刚回家的时候 妈妈还跟我回家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妈妈不准我把袈裟脱掉 然后还是一样要穿着出家的衣服 还要过出家的生活 是 对 甚至她还回家里面 每一天独处我要过这样子的生活 我也慢慢跟妈妈沟通 因为我希望 我也有年纪 我年纪也大了 然后我也希望让妈妈真的知道说 我想要走 我自己想走的人生 所以就这样子一个月沟通之后 妈妈她觉得好吧 那就她自己奉献 对 所以她又自己再回去这个山上 是 不过你毕竟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刚回来的时候 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不习惯吧 不逊 很不习惯 因为以前出家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是感情要封闭起来 就好像刚刚说的 我们出去是不能看外面的东西 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情感 尤其是出来以后 那个时候我记得最清楚有一件事 我去Seven买我想要喝的饮料 结果我走进去结账 然后我碰到店员以后 就是我撒住了 因为以前出家的时候 对我们的教导就是 我们不能接触女生 因为修行可能碰到女生 你会 就白修了 对 所以我看到店员又是一个女生的时候 我撒住了 她问我说 先生您这样就好了吗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了 就这么简单问题不会回答 对 我就在那里看着她 她也这样看着我 她想说先生有事吗 这样子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服装还是 穿着 穿着出家的服装 对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 很正常的跟人有正常的互动跟沟通 对 尤其是在对于异性这一块 所以那天在Seven有办法做结账吗 我就赶快钱丢了我就跑了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我到底怎么了 可是我又讲不出话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她讲话 那会不会连每天要出家门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因为以前从小的教育就是 可能出去就是不能乱看 所以我那时候出去的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 蛮拉扯就是我不能乱看那我怎么走路 那我怎么骑车 可是当我真的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面有点害怕 因为像刚刚说的 女生是不能看 可是到处的广告都是女生 女心 那就会让我觉得 我到底怎么过生活 那另外课业也是 因为刚刚讲到说从国小毕业之后 等于是没有上什么正常的课业嘛 对不对 那回到社会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想办法 其实很感谢爸爸 他在这个时间点他找了老师 找了英文老师跟数学老师 他就告诉我说 你还是用这个时间赶快把同等的学历考到 然后进入校园做更多的学习 那时候我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然后考到了国中跟高中的同等学历 不过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可以直接考大学 可是我真的出家回来 我想要有我以前的梦想 未来还是走音乐这条路 是 对 不过因为音乐的话 衔接有问题 所以我又再重回去 从高中开始念 所以刚开始去念高中的时候 应该也是有碰到一些性上的问题 或跟同学之间的相处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去读高中 我已经20岁了 人家大学都差不多大二了 大二大三 那同时期他们读高中是十五十六岁 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 他们都会很好奇 就会一直问说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读高中啊 那你怎么这么晚 在这些询问之下 其实我不大愿意说我以前出过家 因为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一个污点 你会这样想 对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也刻意的隐瞒 但是过了一阵子 因为我的手上有一些戒疤 对 所以同学看到他就会问说 你那个点点是哪里来的 那我也不好意思怎么回答 我就会 我后来就是卸下心房 我就觉得说 好吧我就跟他说 我以前有出过家 那你这样讲的时候 同学跟你的互动有什么不一样吗 同学有的人就会开玩笑 有的人就会 当然如果是他是这个宗教 他会觉得有一些尊敬 可是毕竟嘲笑的会可能会比较多 他会觉得说 也不能说完全嘲笑 他会觉得好玩啊 尤其是因为我姓沙 所以很多人问说 沙悟静是不是你的师兄 或是你的爷爷之类的 对就会 就会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学习 可是对你来说会造成压力 会 因为对我来说 我并不是对以前的这段时间 有这么美好的回忆 是 所以当别人在讲起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心里面会很难过 可是因为觉得 我还是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学习 所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以前的情感是被压抑住 其实那时候我会变成 我比较只有自己一个人 我不会 我没有办法像正常的高中生 可能大家玩在一起 或者是说有很多的互动 那跟我的互动 有时候就会是一些 比较半开玩笑式的这样子的互动 所以也是碰到挫折 还蛮大的挫折 就回到社会 其实刚开始适应的状况也并不好 对 会想要回身上吗 我虽然会想要觉得离开这样的环境 但是我一想到以前在山上 两点钟要起床 我就打消念头了 就觉得说你还是要努力 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 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 那会不会对爸妈有点埋怨 就把我送去那边那么久这样 对 其实我会觉得说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的 尤其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 而且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又跟别人的差距这么大 心里面就会觉得说 这个问题到底是我的 还是爸爸妈妈的 甚至在一些同侪或是朋友的怂恿之下 我会觉得说 你们就是不爱我了 爸爸妈妈就是不爱我了 所以才把我放到那样子的环境里面 成年后的杀菌毅 对未来的人生相当恐慌 因此坚决还俗 只是长期的休闲生活 让他回到社会 与人的应对 常常会无所适从 有一次他就跟他爸爸出去 然后开车 然后看到那个大楼上面 有那种广告看板 然后是内衣的广告 然后他就 哇 怎么会这样 就是他就很惊讶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就是以我们的想法来讲 就是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他那七年里面的时间 就是他的那些很多想法 很多的价值观 很多的观念 都已经被矫正去别的地方了 莎莎可能在一段 在一个年纪的当中 等于他身体的某部分功能 被封闭 被外力封闭起来 特别对一个孩子来说 所以他在交谈当中 或是在 你往往会看得出来 他有一块东西是空白的 譬如他不大懂得 怎么跟异性建立对的关系 他不知道怎么在女生面前相处 所以当比如说他跟我分享这样的事情 就是在有姐妹的场合 有时候他会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会叫做冒犯 然后他也会很恐惧 他对女生有吸引力的时候 就是某个女生如果吸引她的时候 他其实会害怕 所以上大学之后又 事情上又经过了一点调虚 应该就又更好一些 比之前好很多 比之前好很多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其实跟人群有比较融入了 我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从高雄上去 假日没事做 学长姐就会约说 你来啊来一起来教会 来看看啊聊聊天啊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慢慢有接触 我慢慢发现 教会的人非常的温暖 而且跟我以前接触到的宗教 其实是不一样的 感受到其实 教会大家好像是在过一个 更快乐的生活 那怎么样开始 你真的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 因为毕竟你这么长的时间 在庙里头学法 甚至可以说法 那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 后来有一次 牧师跟我说 你有事情就像 要跟爸爸讲话一样啊 你就这样子 然后来向神祷告 我到了音乐系的期末考 那我需要 我是唱声乐的 我需要有一个钢琴伴奏 那因为曲子相对比较难 所以找不到人伴奏 那我就跟神讲说 我想要试试看你 我只要两个祷告就好了 那那时候的两个祷告 我就会说 我跟神讲说 我只需要在一个钢琴伴奏 跟让我来试试看 这个基督教的生活 就这样子 那时候就像神讲这样子而已 结果后来呢 你这个祷告 我觉得说 如果没有的话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我最多就是离开这样子的环境 我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 一个礼拜后 我还印象蛮深刻 因为在那个教会的二楼 我一踏进去 我往下看 敬拜团有位弹钢琴的老师 居然是我们学校 有帮我们其他学生弹琴的一位老师 我那时候看到我有点惊讶 我就问神说 这个是你要找给我的伴奏吗 我当下就直接问神 因为我只看过他 我不认识他 结果很神奇的是 到了晚上 联署一打开 我就吓到 因为动态里面第一则消息 就是我看到的那个伴奏 跟学校的另外一位学姐 出去吃饭的打卡 对 就有连结了 有连结了 然后我就加他了 很奇妙的是我一加他 很快他就回复我 他就 我们就成为共同好友 是 我又跟神讲 我说 我跟他是共同好友 可是我要怎么样让他知道 我需要伴奏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我就先聊天 聊一聊聊一聊 然后就这样我就问了 他就说 莎莎我先问你 你 我们小组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 然后你愿不愿意来尝试看看 正常人家会告诉我说 要帮我伴奏 或是不要帮我伴奏 我听到以后我就问神说 天哪 该不会你一次要让我两个愿望都满足吧 那我就想说 好啊 那我就试试看 我就答应学姐 我就跟她讲说 好 我要去 然后我一答应完以后 学姐立刻就回答我说 好 那我帮你伴奏 果然是一次 对 两个祷告 都用很奇妙的方式就回应你了 对 就开始就决定要接受这个信仰了 对 不过跟你过去的信仰的经历实在是差太多了 差很多 对像你爸爸妈妈知道了有什么反应吗 那时候妈妈的部分我们没有 我没有再让妈妈知道 是 因为妈妈还是很希望我回去 是 所以我在避免下 有很多不需要的冲突之下 所以我还没有让妈妈知道 是 不过爸爸的部分 他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因为女生 所以才去教会 对 那你自己呢 就是毕竟你以前 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去学佛 还不是只是一般的信仰 你甚至还会已经是法师了可以跟人家讲理这样子 那到后来进到基督信仰 这中间应该还是有些互相抵触跟冲突的吧 我出家了七年的时间 然后 家里面的妈妈也把自己奉献出去 但是好像没有真实的看到 家里面有真实的快乐跟真实的很大的 更富足的改变 所以我就会再反过来思考 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真实的 我就愿意来到教会当中更多的寻求 是 所以当我来到教会以后 我发现见证真的是一件很真实经历神的一个事情 是 在几次的见证之下 我就发现原来这才是真的神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样子 因为我祷告 然后两件事情同时的成就 这在以前的学佛里面 我的经历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转变呢 例如说你觉得你过去好像学了很久 但是并不快乐 那后来经到信仰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 或者在过去可能社交生活 碰到一些挫折 很容易又把自己封闭起来 对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大肆 是 准备要毕业 是 那那时候我在去找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老师其实也发现这个问题 老师觉得说 你的情感其实是被封闭住的 虽然我已经信主了 可是我因为在于内在很深刻的一些 情感跟人的感情上面 是没有办法展开的 是不是因为以前有被教导 就是七情六遇到断绝 对 就是不要有那种情欲上面的 的一种 怎么说 对你心里头干净的状况 有一种干扰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会希望我们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就好像佛法说的 无我 要把一切东西都看成空 那你才能够更多更多的来 发挥你最大的潜力 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位老师他建议我 他觉得说 他在教我的时候 好像跟一个木头在交 老师讲得很认真 很努力了 可是我还是有听没有懂 就是站在那里傻傻的 老师就说 他建议我要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他曾经有这样子的学生 这个时间点我就跟神祷告 我就问神说 神啊 如果你真的要我医治的话 我真的要去看心理医生吗 我就这样子问 结果我记得当天的祷告会 我一进去以后 我就觉得神在回应我 因为祷告会的椅子上 摆了一本厚厚的祷告词 我拿起来一看 里面全部都在说 宗教或是以前拜偶像 或是以前一些 祭祖的一些 灵上面的一些释放 我觉得当下 我觉得那个印象很深刻 神好像在告诉我说 你就真的要去做这样子的医治 结果当天结束以后 我就去找了牧师 那在当下我也约了 第一次的医治释放 我觉得应该一次就够了 因为我觉得 神叫我医治 那我就一次就好了 可是结果那次之后 我反而在情绪跟感情上面有 情感上面有更大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骑车就是会恍神 对 例如说我可能心里面想着 我要到一家Seven 是 可是我停下来的时候 是到另外一家面殿 但是中间的路程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之前会觉得 家人为什么要送我去出家 是 他们是不爱我 是 甚至我对爸爸不谅及 可是就在这一次的车祸里面 我看到爸爸特地为了我 他不顾一切 当晚就上来花园 而且照顾我 我就真实从这里面感受到 其实爸爸是很爱我的 辛苦摸索人生方向的杀菌义 透过教会的关怀 释放了长期以来的内心压抑 并且能与朋友大方分享自己的过往 而与父母长久疏离的情感 也试着从行动及言语中表达 对双亲的关怀 妈妈就一直留在山上 所以这原本是一个很和乐的家庭 爸爸开始觉得 这个家有点破碎跟残缺了 我感觉 爸爸对他的 有一个亏欠跟亏咎的感觉 所以事实上 他在教会里面学会的这些事情之后 他把这样的爱带回家里面去 他会跟爸爸说甜言蜜语 这是他刻意想要去做的 他认为这是他在教会里面学会的事情 我发现现在反正是 他爸爸对这个事情 不是那么适应 心里觉得很高兴 但是我觉得他爸爸正在 走在这个适应的过程里面 这是我觉得莎莎做得很棒的事情 其实他自己有领受 妈妈其实是也是爱他 只是那种爱的方式 让他感受不到 妈妈以为说带进去那里面 是让他能够 能够是爱他的一种方式 但是他后来他也理解 妈妈这种爱 对他来说是真实的 爱是真实的 只是方法不对而已 他很想把妈妈带出来 感受耶稣基督的爱这样子 对 所以他会变成 他会去看妈妈 他会想要去跟妈妈联络 夏军一边在做意志释放 希望能够摆脱过去对于情感上的 这种捆绑跟束缚 但同时却没想到 居然还发生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车祸的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我差点上命 因为其实我觉得 医治释放过后已经好了 但是就在有一天 我们一群年轻人 运动完回家的时候 肚子很痛 然后我就运动完 赶快回家洗澡上厕所 我还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运动 然后肚子不舒服 然后结果我等到 上完厕所出来以后 我就有一种觉得 全身释放那种很轻松的感觉 而且我也觉得真的就是我恢复了 很开心就上床睡觉 但是起床以后 我就在医院了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不知道 后来的人告诉我 就是我跟一台小货卡对撞 那撞完以后我就半昏迷 就被送到医院 当时我的左边宽骨 整个碎裂 然后我的就是又意识不是很清楚 是 对 然后当下紧急就赶快先送手术房 所以那时候爸爸就很紧张 就赶快从高雄连夜赶快搭车上来 你那时候怎么想这事情的 会埋怨神吗 会 我会跟神讲说 我都已经信你了 而且把我以前这么多的东西都放下来 可是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让我出这么大的车祸 而且因为这个车祸 我不能毕业 必须要掩蔽 然后因为这个车祸 我还要麻烦到爸爸 麻烦到这么多人 我就觉得说 你不是爱我吗 可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后来怎么眼光出现了不一样的调整 我从医院住院的时间 大概是三个礼拜 那也住很久 那三个礼拜我几乎没办法下床 所以我每一天在床上 我没有办法动的时候 然后又看到爸爸在旁边 爸爸的年纪也大了 他必须要喂我 必须要扶我翻身 甚至清理我一整天的这些所有的事情 结果就在有一天 爸爸帮忙我玩 然后我自己在浴室冲澡的时候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一天我真的就在厕所放声大哭 是 哭完以后我就觉得 天哪我居然可以哭了 你很久没有这样子哭了 很久没有这样哭 因为你的情绪都没有 都要被克制被压抑住嘛 对不对 对 也是因为这次哭我就发现 原来神他做的事情是这么奇妙 因为这样哭 我觉得我的情感真的回来了 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没有感觉 可能看一部很感人的电影 其他同学都哭成一片 只有我像木头一样 但那天哭完以后 我才发现神做的事情是这么样子的奇妙 我之前会觉得 家人为什么要送我去出家 他们是不爱我 甚至我对爸爸不谅解 可是就在这一次的车祸里面 我看到爸爸特地为了我 他不顾一切当晚就上来花脸 而且照顾我 而且这样子每一天的 就是我只要有任何问题 我只需要嘴巴一动 他就来帮我 我就真实从这里面感受到 其实爸爸是很爱我的 我就再也不会有以前的那种 很大的埋怨 虽然还是会觉得说 好像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可是我从当中 我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 所以开始有一些情感的感受度 然后也能够感受到 其实家人是爱你的 爸爸是爱你的 当初医生在开刀的时候 其实他也觉得 这真的是太奇妙了 因为他没有看过有人的宽骨 可以睡成这样 然后没有夹断任何一条神经 或是说伤到任何一条神经 因为宽骨对我们来讲 就是下半身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对 他说有些人因为这样 可能就是半身不随 是是是 或是没有办法走路 是 其实当初医生也没有办法确定说 我可以恢复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对 但是很感谢主 我现在不只是恢复 我还可以去打篮球 我还可以去跑步 因为这样子我觉得神很特别 我后来才发现说 他是这样做奇妙的神 他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 让我得到受伤 反而让我得到医治 是是 对 让我更知道 其实爸爸是这样子爱我 是 甚至把我以前失去的情感 全部都找回来 是 就是他把我变成是一种 恢复成我们 神当初创造我 最原本的那个样式 那你最后还没有一些想 跟我过门朋友 来做点分享的部分 嗯 我觉得神他真的是很奇妙的神 他常常会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 就是让你更多的成长 更多的学习 就好像我的生命或许 不会像一般这么完美的家庭 但是我却可以从这里面 更加体会到家庭爱的重要 是 跟什么样才是生命真实的 最美好的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 是 现在神在你生命当中 有一些很特别的安排 我可能在那个当下不大理解 对 你说 我们很长爱 可是曾经你在庙里头生活 是对感情 对 对爱这种事情是 会需要把你隔绝开来了 对 可是经历了那一段 你现在回头再去想 可能反而让你更知道 更能够体会什么叫做爱 对 今天非常谢谢你 来到节目分享 谢谢 谢谢 神迹 对许多人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神迹则是上帝 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 透过今天俊逸的分享 我们是在看到一个很大的神迹 这个神迹不只是一刻 这个神迹还包括了好几年的过程 从小被迫出家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 不是他愿意 但却是因为一个在宗教信仰上 很投入的母亲 强迫他出家 这么小的年纪 听着他的分享 你心里面一定觉得很多的舍不得 真实的情感一点一滴 一天又一天被压抑 被封闭起来 到底这样的生命 可以怎么样重新得到自由和释放呢 我们在俊逸的生命里面 看见了上帝的创造 这个创造竟然是从一次又一次的震动开始 不只是震动 使他离开原来那一个出家的环境 他遇见了上帝 当然我们要说的是上帝 透过恩典的工作 引导俊逸遇见他 我们或许以为当人信了耶稣 应该所有的事情都一帆风顺 就是在他信了耶稣 更大的震动等着他 什么样的震动 就是一场车祸 这一场车祸让他的宽骨竟然碎裂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碎裂 对医学的专业来说 很多人遇到这么重大的创伤 大概是没有办法行走了 不良于行 然而上帝奇妙的医治临到了俊逸 他可以奔跑 他竟然可以打篮球 行走完全不受影响 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神迹 那你错了 这只是上帝一个工作 其中非常小的一环 上帝让他遇到车祸 不是为了要医治他在身体上而已 上帝让他遇到车祸 是有个极大的震动 让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 被震动掉 重新修复 他的情感回来了 他可以哭 可以再一次的爱 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这个震动让他与自己 这个震动让他与所爱的人 重新修复那个连结的关系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很渴望有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的生命 愿意看见 或者是尊重上帝的震动 每一次当震动来临的时候 我们可能埋怨 但是透过俊逸的生命 我们看见这些震动 要带来新的创造 新的修复 如果上帝可以在 俊逸的生命里面 做成这个不可能的事 那我们真是要说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如果一个出家 曾经出家的小沙迷 都可以认识耶稣基督 从不知道怎么爱 失去了爱的能力 到重新学会爱 经历爱 那我相信 对你跟你所爱的家人来说 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神不能改变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全能的上帝 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常常觉得 无助 失望 甚至绝望 主啊 但是在今天 你透过俊逸的生命 给了我们极大的提醒 对你而言 没有难成的事 你若能够做出震动的工作 使俊逸认识你 使他的生命荣耀你 我也可以将 我所爱的家人 我生命里面觉得 跨不过的难处 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震动 并且使我与你更亲近 好让耶稣基督的爱 透过我的生命 可以开展出来 同心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